接下来要为我们演出的 一个明镜老鼠导演 他所编导的一出戏 叫《内在的声音》 那什么是内在的声音呢 我们内在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想要控制的自己 想非常恐惧的自己 慈悲的自己 都想要争着被我们看见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明镜导演他怎么样用一个戏剧的方式 让每一个人去表达出他内在的声音 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屏东分会 人生在世 就是有谁没有需要 需要钱 需要权利 需要健康 需要快乐 需要自由 需要享受 需要被尊重 需要被肯定 需要温暖 需要依赖 需要爱 更需要做爱 三分前 三分去做标 三分去做某 二分口打拼 爱拼 阿弹阿弦 八云 怕变 怕变 我真的很怕变 无论我扮演什么角色 我都拼了老命去扮演 但是在我扮演的过程中 我的内战有很多的拉扯 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唱唱 我都觉得我快要被这些声音给吞破了 有时候我觉得我不可一世 我是王者 我是人间忌平 连神我都不了 谁敢不听我的 我叫他谁死 孙悟吃心 孙悟吃亡 有时候我很嫉妒 他怎么可以不得更好 他是什么东西 凭什么可以获得的比我更多 为什么 别人总是过得那么顺利 我不甘心 老天爷 对我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我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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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我无法放松 我真的好累哦 做什么都没有用 说什么也没有人会懂 都说开口得住 但真的有人会帮忙我吗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怕自己做错 怕自己做不好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压力好大 好大 我好害怕 我根本动都不想动 我什么也不敢做 听我说 那就休息吧 我们不需要这么拼命 对啊 不管我们做或不做 我们都是被爱的 生命就是一场学习的旅程 我们是来体验跟成长的 这是对的 我们行动吧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们是谁 我们 我们是你内在光明的声音 只要你愿意放松 愿意休息 愿意倾听 你就能连接自己内在宇宙的能量 创造无限的可能性 一切都会不一样的 休息 放松 我可以吗 我可以吗 不 不 我不能放松 我不能休息 我决定不放过我自己 我选择沉浮于我的恐惧 我要拼命前进 拼命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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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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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终于 我把自己搞砸了 人生 真是多灾多难 小时候 跌疼 你要不爱 长大后 人际关系 都出闻了 为什么我的感情路坎坷 为什么我的工作不顺利 结婚后 她老公正在拉车 看宫婆 看亲父母 孩子大了 又是一堆问题 如今 我自己 又病了 天呀 我真的把自己给搞砸了 我都已经 这么努力了 结果还 这么惨 我再也不要相信希望了 我再也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了啦 不 不 不要放弃 还有希望 你 你这个什么光明希望 混蛋 你给我滚开了你 你看看你 为什么总是把自己搞得一关糟 一点事都办不好 为什么办得跟猪一样呢 对 这是太失望了 我不明白 我也不想明白 我超理忙来念什么念 你念够了没啊 老天爷啊 这是什么世界啊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冷漠 都没有人 没有人要关心我呢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好 是我的问题 都是我 都是我 我就是这么笨 我没有了价值 我这种人 没有存在的理由 我应该马上消失 我应该马上消失 好了好了 大家冷静一点 让我们用心的来想一想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对 对 对 事情没有那么糟 一定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我会不要放弃希望 对啊 所有的发生都是因为爱 一切都是爱啊 我们都是被祝福的 太不切实力了 这种人生这么糟糕 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这都是谎言 都是骗人的 对 都是骗人的 不要再安慰我了啦 我根本就没有用 我什么都不会 我 我应该要找一个地方 把日子给躲起来 我都没有脸见人了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走开 走开 统统走开 你们都不是我 我们都不是我 我不承认 我不接受 我不是这样的 我不能变成这样 我不能变成这样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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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怕 你滚开了 你 现场不理我 我不会闹过你的 你必须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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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提 快砍到我 救救我吧 砍到我吧 你这个混蛋竟敢排斥我 你去死吧 对 死才是解决之道 去死吧 太痛苦了啦 确实 去死 死了就一了百了 什么都不用面对了 死是唯一的道路 对 这么难 确实应该以死谢罪 如果死 能消我心头之恨 那你就去死吧 可是 我好怕死 我不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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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乎了我啦 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个胡说八道的家伙 我根本什么都不懂 你为什么不去死 记得话 告诉你 别想他喜欢我 你什么都不会相信 不 听我说 你 你忘记了吗 你曾经有过希望 曾经有那么一刻 你是那么勇敢 你 你忘了吗 你曾经有过真实的爱 你曾经看过人间的美好 是啊 曾经有那么一刻 你是相信神的恩宠 以及你存在的价值的 我曾经感到满足 我曾经感到喜悦 我曾经感觉人生充满了希望 臭肘在手南门 悲伤在手南门 不如意在手南门 对 保持你的希望 要真心地宣告 你要什么的时候 混账 结果呢 结果要是如何呢 结果 是这个世界背弃了我 结果 结果证明 我根本就没有这样子啊 对 是这样没错 我一生都这么努力了 但老天爷对我真是不够好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烂人在吃香喝辣的 但是像我这样子的好人 却什么都不是 我曾经对人生充满了希望 但如今却一无所有 我的人生是一场空啊 像我这样的人 还有什么指望 我的人生 还有什么希望 可是 不要再说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你们说的那种东西 我不会再相信你们的 你们走吧 好吧 在我们走之前 可否答应我们一件事 什么事 答应我们明天再死 为什么 听完今天许医师的讲座再说 晚上表演节目还这么多 许医师是谁啊 许医师 许医师就是当今最火红的身心灵大师 到处抓宝可梦的许医师 赛事新法的推广 阿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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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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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金冬像不像 我眼睛都睁不开了耶 每一个今天 都有无数的机缘在招盘着你 现在借我一个 去吧 这是设施之道往这条路走去 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吧 不惜 如果走错了呢 走错了又如何 难道还要比现在更糟的吗 如果那是一条错的路 你本来明天就要去死了 倒不如你今天就试试看吧 反正你一生都是错 也不在乎再拖错一次了 走吧 往那里走 他会带你通往爱的道路 爱 好熟悉的名字啊 这个世界 没有在这儿的爱 都是骗人的 我不可以往那里去 我不能相信自己 你必须听我的 你忘记那些伤害的吗 我好怕 我好怕 我 我不敢再相信爱了 对 那些伤害 对 我没忘 一直以来 我都是错的 我不能再相信自己 我不能再相信爱了 不 你不是那些杂乱声音的附属品 你不是你的情绪 你是他们的主人 你最大的希望 就是你拥有选择权啊 妈妈 来起来吧 当下就为你支点 你都选择决定你的命运 妈妈 我最大的希望 就是我拥有选择权 当下就是为你支点 我的选择就能决定我的命运 对啊 你最大的自由 就是你拥有无限的创造力啊 是啊 你创造你的实相啊 你听 第一个 如何化解人生 第一是 我们是不是 过度的在乎别人的想法 各位 人家在这个世间 不是看别人的 人生在外 过度 在乎别人怎么看 不要活了 不要活了 以前不是有个故事吗 有个爸爸 牵着一头名字 然后我自己 对 这个人讲的真有道理啊 我终于找到了生命的真理 突然间 我觉得老天爷并没有遗弃我 现在 我觉得好恩宠哦 突然 我觉得好感恩 我的心 我的整个人都放松了 我会不会 我录制 不是 reflecting 比如说 疚rese 我 不 以后我决定要好好接受游民的警惕 走 让震怒转化为力量 让人转化为坦定 让无助转化为希望 让恐惧转化为行动 让嫉妒转化为爱的无助合作 遇见赛斯 改变医生 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我们的志工团团队长 欢迎我们的表演 慧敏丁老师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我们赛斯村这两天有三场表演 这是第一场 那我们一出戏还有其他的人的协助 谢谢我们的英控佩颖 她不想上来给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这一出戏其实她原来的剧本 只有五个内在声音 那经过我们小琪的改编之后 她希望更多学员来参与 所以变成了十个内在声音 那每次我在跟他们排练的时候 光要处理那个走位很麻烦 不过我都感觉这个主角 好像一个精神病非常严重 然后已经排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快要精神衰落了 不过我觉得我们屏东分会最棒的是 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服装 这个不是租的喔 这个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我每次看他们一件衣服一件衣服抛出来 我都觉得他们的衣服比细还好看 我觉得他们在这样下去以后 就可以弄一个那个租一处了 那未来就可以来做个伸展台走秀了 那那个这么棒的 这么棒的 我先讲一下 我刚刚因为刚刚听到一个消息 我非常愚蠢 愚蠢跟我不知道 我都笑不出来 因为我们晚上有一出很精彩的戏 有那个非常阵容坚强的天王要来演 我们那个许天王突然说他不演了 我真的是 大哥 你是驾我帮你换衣服的时候 帮你头唱名 我真的有指示 你知道 大家想不想看 要不要看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是不是 一定要看 对 好啦 我们这一场先那个 这么棒的那个 我们屏东分会 你看我们的服装这么棒 后面一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主任 那就是谁呢 原来四众 在場的各位賽斯家人 許醫師 執行長 還有各位主任 大家辛苦了 曾經有一刻 我感覺到好大好大的愛 那這一份愛 讓我們可以很勇敢的一路走過來 所以今天大家也聽到 這個我們賽斯村子函主任的不容易 我們執行長的不容易 那當然屏東也不容易 那屏東這一次特別捐出了 一百隻吉祥猴 那剛剛大家也看到我們的這個 看到我們這個志工團團長 我們雪珍團長 他自從罹患癌症之後 在屏東學習 那團長還有我們另外一位美援 都是癌友 還有我們演無助的米勒 他們捐出錢來做這個吉祥猴 來我們先請他們出列 這四位包括我 我們出錢做這個吉祥猴的目的 是因為許醫師一直在講 意識的擴展 我們曾經非常的用自我意識 活在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無助 很多的嫉妒 很多的憤怒 很多的不甘願 可是遇見賽斯之後 我們慢慢的開發了我們的精神體 我們開始理解自己的情緒 我們也開始能夠接納我們自己的感受 甚至我們對於自己的思想 開始很多的改變 學習成長 那我們四位 還有我後面的這一群夥伴 在屏東出錢出力 那也把這個賽斯的教室都用起來了 那我們團長 還有我們美援 還有我們米勒 出了很多錢 把賽斯三樓的教室做得非常的棒 那這一次 我們捐出這一百支的這個伊爾達 他象徵的傳播 象徵的要讓這樣的意識擴展 讓這樣的精神體 可以傳送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所以假設這一次 你很幸運的買到賽斯喉吉祥喉 那我們有編號一到一百 一百支的百喉效應 我們希望更多人來一起走上這一條意識擴展 意識覺醒的道路 讓我們的世界會越來越美好 曾經有一刻我們感覺到無助 曾經有一刻我們感覺到痛苦 感覺到憤怒 感覺到不甘願 感覺到失望 可是我們都改變了 遇見賽斯改變一生 我們這一群 唉唷 剛剛民軍導演講說 演到最後 大家都快要精神分裂了 我們這一群失覺失調的夥伴 我們很開心在這裡 在許醫師的帶領之下 一步一腳印的走到如今 所以這一次的大典 我們會希望各位趕快把吉祥喉帶在身邊 他可能會成為我們最大最大的守護神 好 那我們在這裡謝謝賽斯屏東的夥伴 也謝謝許醫師帶領的辛苦的所有的工作人員 謝謝大家 是的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羅娜主任帶領的屏東分會 再次掌聲謝謝他們 謝謝